肥肉吃了不腻口,瘦肉污渣满口油,不用压咬肉自烂,时候余香酒不散。 喜喜,小菜我自己尝试了一次,虽然没有那么正宗,但是吃起来也不错。 腊脂肉夹馍的做法步骤。 一,最好是选用在皮带骨的五花类调整,炖到汤里可以增加香味,没有也可以用五花肉代替,我就是用五花肉代替滴。 然后把肉让清水里浸泡,要泡八个小时,也可以不用那么久。 我泡了三个小时,二,卤之老汤的第一步是炒糖色,锅里倒少许油,油凉时就放入冰糖,炒到冰糖融化。 三,然后把高汤里放入刚刚好好的糖色,然后找块干净纱布,把花椒桂皮八角丁香等香料包好。 初学者不易掌握香料的用法,用这些就可以了,然后切几段葱,拍一大块姜放进锅中,然后倒入料酒,为了入味可多到一些,然后加入盐,冰糖。 四,放入肉,水要一次加够,如果是人气道,等到肉皮上柴时,要关小火焖煮大概两个小时。 五,肉已经煮好了,是不是很诱人了? 出国前,记得再撒上些盐和味精。 六,把肉捞出,然后切块,再碎,也可以按自己口味再切的过程中,放入香菜或者青椒。 把切好的辣椒肉塞入买来的馍里,菜菜里面淋上一勺大汁。 好了,美味又正宗的肉夹馍就做好了,是不是很简单呢?